很多台灣的朋友到日本去旅遊 結果現在發現幾個知名的景點 都受到了重創 東京鐵塔都被震歪了 而東京迪士尼樂園 也出現了土壤異化的情形 都關閉了 台灣觀光客還喜歡去的景點台場 地震之後也發生了高樓大火 地震過後東京鐵塔 塔尖竟然歪斜一邊 頂端很明顯彎曲 建議的材質也抵擋不了 設計強陣扭曲傾斜 地震前鐵塔比直高聳挺立 地震後歪斜變成了東京鐵塔 東京鐵塔是最高的電視塔 過去觀光客拍照旅遊最愛的景點 也是日劇電影最愛取景的地點 但現在的東京地標全走了樣 重創日本人心 而強陣過後 東京的台場地區 市區大樓陷入一片火海 濃密的黑煙從遠處都能看得到 在高樓的民眾拍下當時情況令人心驚 市區至少十多處大火 高樓隨時又倒塌危險 民眾嚇破膽紛紛逃命 而東京另一處知名的景點 迪士尼樂園 強征後停車場出現水晶 地下水湧出 原本固態的土壤變成液態 土壤液化布滿了泥漿 樂園緊急停業 天災重創日本 觀光客最愛的旅遊景點 也衝擊了觀光業 周日新聞正好報導